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33bulleting 我是张满 新西兰统计局今天上午宣布 今年的3月至6月期间 新西兰经济萎缩了0.2% 今年的第二季度 萎缩的行业包括了零售贸易与住宿业 农业 林业 渔业 批发贸易行业也受到了影响 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仅为0.2% 虽然使得新西兰正式摆脱了经济衰退 但是并没有缓解人们对经济状况的担忧 今天新西兰的主流银行之一 BNZ也宣布将进一步的下调其贷款利率 此举被认为是响应美联储 昨晚大幅度下调基准利率 据了解BNZ本次将其一年期的 固定住房贷款利率下调了0.16个基点 至6.29% 同时将两年期的固定利率下调了 0.10个基点至5.79% 该行本次为所有的借贷者提供了 同样的贷款利率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在居家隔离期间 约有3.2万名78年级的学生 错过了重要的HPV疫苗的接种计划 且目前并没有追踪补众的计划 这也使得新西兰没有完成 目前疫苗接种率为75%的目标 据了解 该疫苗为HPV9加疫苗 免费接种 可预防人乳头流病毒 HPV所引起的多种癌症 包括了宫颈癌和咽喉癌 在内的6种癌症 不仅女孩需要接种 男孩同样也需要接种 15岁以下的人群需要接种两针 才算是完全接种 目前新西兰的完成率 仅为66% 毛利人和太平洋岛民 年轻人的完全接种率 仅为40%至50% 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接种的目标率 能够达到90% 专家认为应该加强宣传 让公众来了解接种疫苗的益处 例如以更好的方式向家长来解释 以预防孩子日后患病的风险 近日一项由Tax Justice Altearoa 委托维多利亚大学所进行的研究表明 在类似的金河组织国家当中 新西兰富人缴纳的税款会更少 该研究对比了新西兰以及其他9个国家当中 年收入为33万纽币的人群所缴纳的税款 由于新西兰的所得税的税率最低 且没有系统的征收资本利得税 和其他类型的财富税 所以缴税是最低的 目前新西兰对于是否征收财富税存在着争议 一些人担心征税会使得资金外流 超级富豪更有可能转移资产到海外 但是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应该参照美国 征收资本利得税并不会抑制创新 应该鼓励富豪们将所得的资金投资于企业 而并非是房产 新西兰过去曾经从财富税当中 获得大量的税收 如遗产税赠予税和土地税等等 占总税收的5%左右 随后这些税收逐渐的减少 如今新西兰与发达国家增加税收的趋势背道而驰 新西兰移民局在9月18号发文提醒 计划前往新西兰留学的国际留学生 应该尽早的提交学生签证的申请 每年临近年底的时间段通常为学生签证的申请高峰 审批的时间也往往会更长 因此移民局建议若海外留学生希望在2025年初入学 则最好现在就开始准备递交的材料 鉴于去年的经验 移民局曾经建议留学生应该尽量在预定出发日期前 至少4个月来提交申请 但是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学生申请当中 有40%的申请是在预定出发日期前6周才提交 而其中6%的申请则是在出发前一周或更短的时间内提交的 申请时间过晚可能会意味着学生错过入学的机会 申请者可以提前到移民局的网站来查看所需要的材料 以确保申请签证的效率 好的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三三布雷亭 我是张满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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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镜与点栏目